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又到新成语丧和话囊的视频 今天跟大家讲成语有三个 第一个是说孤注一宅 第二个是说亭而走险 第三个是破虎尋咒 三个成语有什么分别呢? 第一个我们叫做孤注一宅 孤注一宅的时候,其实是说到危急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一定要将一件事做出来的时候 于是,重点是一字,我们倒一泡 虽然我们在广东话的时候叫做进地一波 即是拼一拼,最后一波 但这个重点在哪里呢?它是一字 所以孤注一宅的就是去到危急 一些迫不得已的情景的时候 它要将那件事做一次性的倒住 我们叫做孤注一宅 这个字也可以忠诚地处理 譬如我们说,时间就是到了 做这份project的时候没有时间 不如我们孤注一宅 两份都交不及时代一份,又合并不及时 就这样选一份,孤注一宅 希望老师会喜欢,会给高分我们 在刚才我这个情景里面 我看到用孤注一宅的时候 就是在危急的情况里 将它作最后的倒住 我们叫做孤注一宅 但第二个,叫做挺而走险 挺是奔跑疾跑的意思 挺而走险即是要去行一些冒险的事情 它是冒险的了,它都是博一博的了 但它未必有孤注一宅的意味 即是它不是把所有的倒住全部 丢出来 挺而走险更加多时候 你问我是做一些冒险 甚至用的时候偏向不正当的行为 我举个例子 例如我们说是拆肥的 他们用上次的拆账之后 再次就是第二次了 就是挺而走险 打劫银行 挺而走险这个字 其实你问我语感上 我今时今日用 即使是冒险的事情 都用得少些 我们多数用在不正当犯法的行为上 我们说挺而走险 即是危急的时候 窮吐抹路的时候 博一博 但它也不是刚才孤注一宅那么中性 孤注一宅也强调一次性 一次性最后的意味 第三个是破虎沉舟 破虎沉舟这四个字 大家很熟悉的故事 当时大家知道 汉语将船和煮饭的工具 即是虎 周打明船 全部在渡江州打烂了 暗示什么 我们不会回头 一定要赢这一场仗 所以它也是有一种 全力一博 粉力一博的意味 它和挺而走险也有一种粉力一博的意味 但重点更加是正面 所以在破虎沉舟这个字 我们强调的重点是正面 而且一定用得的话 是讲决心上的 它有破虎沉舟的决心 我们其实不是讲行为 我们讲决心问题 即是它很想激励大家 原本的故事就是汉语上激励的士兵 所以它很想激励他们 所以它有这个意味 就是想和大家说 一定要破虎沉舟 这件事一定要碰 强调在决心上 所以它的质重点有点不同 大家要特别小心 好了 这一集就到这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